我是汪 歡迎回到我的1.18探險故事 在上一集我們就是準備下礦到地底地心深處 先發現人這個小房間歇息了一下 那就先來跟各位閒聊一下好了 就是說啊 關於我們這個系列的標題啊 汪汪有一個想法 你們可以先聽聽看 聽完之後你們還想幫汪汪取名字的話 你們可以繼續取名字 那因為第一集還沒有四處 所以汪汪不確定你們有沒有幫我取名字了 那我覺得這個系列的名稱啊 因為它是1.18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叫做 1.18 那1.18的話就是亞當與夏王的伊甸園 就是那個很神聖很神聖的地方 然後尾巴 那1.8就是汪汪的 汪汪的 等一下我把褲子脫掉 來汪汪的尾巴 來看到沒有 汪汪有尾巴 我有三條尾巴 1.18 有沒有覺得這個標題很適合汪汪的 如果大家覺得很適合汪汪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說 適合適合適合 打三次適合汪汪就知道 呃 你們覺得這個標題很適合了 吼 那麼再來的話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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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標題的事情就先這個樣子 我們先看看畫面的左手邊吼 哇 洪月他已經成功解放終界了耶 他就是跟大家說他想要挑戰看看 第一集就打終界龍 他很瘋狂 可以看到他前面經歷的 各種各樣的辛酸死 那麼 所以 今天這一集我們還是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的地心 看看 地心是不是有超級超級多的鑽石 然後湊滿了鑽石之後 我們下一集就可以來去終界 獲得翹翅了 那來今天這一集開始之前 請各位給汪汪留下700讚的喜歡 讓汪汪知道你們會很喜歡 繼續看汪汪來拍這個 1.18PRE莫名其妙的生存影片片喔 汪汪原本是想繼續往下挖的吼 但是 上一集啊 汪汪在這邊歇息了之後 我聽到這個牆壁後面 有殭屍的聲音 現在應該也聽得到 還會有見水花的聲音呢 有 大家有聽到了吼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往後挖過去 來看一下吼 往後挖我們是不是有機會遇到殭屍呢 那這邊要特別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我們 地底下 非常非常的暗 生怪機率會非常高 所以 最好帶一點 碳類的東西 汪汪就多挖了一點碳 用深版爺人打造而成的階梯 看起來還不錯看 再來就是啊 汪汪挖到那個洞窟了 他非常的壯觀 來給各位看一眼吼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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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終界使者 我們把亮度稍微調高一點點 調個一千 哇喔喔 好壯觀的洞窟 喔唷唷 骷弓 有骷弓 來來來來 我們來 我們來 我們來攻略這個地方 然後把這個地方打造成基地 我覺得這個地方當基地非常的適合 來來來來來 骷弓 剛剛的骷弓過來 先來把這邊清掃一下 掃上一下 然後這邊也有安德 不錯 我們可以來 收幾個終界水晶 來對戰一下 然後呢 苦力怕 擊退 然後呢 暴擊 暴擊 唉唷 後退後退後退 擊退 然後再 暴擊 OKOKOK 來 把這附近清得乾淨一點點 這裡好大喔 尤其是那顆岩柱 欸我覺得這個岩柱啊 我們到時候可以把它打造成 水電梯可以直達地表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的地下秘密基地了 看起來沒有很棒 那 來各位參觀一下這附近的環境 這邊啊 有一個超大游泳池 會生螢光末雲 我們可以來拿個螢光末囊 然後後面有超大片的岩漿 但是目前沒有看到任何鑽石的蹤影 有看到紅石了 但是沒有看到鑽石 齁 那渥汪先在這邊拉了一條道路 上面還有一些地方可以探索 我們看看後面那邊會不會有鑽石的蹤影 唉唷 這邊好暗暗喔 好刺激的感覺 喔有蜘蛛有蜘蛛有蜘蛛 來來來來來來來 防禦攻擊 再攻擊 二度攻擊 喔有蜘了 我們終於有蜘了 嗯有蜘之後 目前想不到可以幹嘛 到時候再看看吧 往往想到了 蜘蛛線我們可以做梯子做陰介啊 然後我們家會生這個耶 史萊姆耶 而且是大隻的史萊姆 唉唷好賺喔 今天該獲得的東西都獲得了耶 獲得史萊姆到時候就可以用蜆來牽好多好多的動物 給我史萊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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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應該還要再多一點線才可以做多一點的史萊姆球 哇一次就獲得了12顆的史萊姆球 那我們現在有鷹架 等一下天花板上有東西應該就可以直接來去挖它了 喔大量骷弓集團 先來擊退他們 欸後面有綠綠的東西 後面有綠綠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那邊有綠綠的東西 先把那邊插亮一下 喔綠綠的 難道是酷東西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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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是1.18專有的新地形 可以來好好期待一下 啊痛痛痛痛 暴擊 唉唷 陰險小人 唉唷 喔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你只剩一個了 我可以好好對付你 喔 綠色的酷地形 而且我往還發現 天花板 剛剛我看到天花板好像有東西 綠綠的 喔 這個是生板岩鑽石是不是 我們可以上去了 喔 直接用鷹架來堆上去 開心 看看有多少顆的鑽石 等一下好像 好像 太頂端了 太頂端了 來 一顆鑽石 喔獲得鑽石了 有第二顆鑽石嗎 把作業挖開來看一下 是不是只有一顆 你只有一顆嗎 太難過了吧 哇 好像真的只有一顆 真的是有夠窮 不是我在說欸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 我發現後面還有另一個更酷的東西 這難道是 生怪房 生怪磚的那個小地點嗎 我們上樓去看戲啊 插個火把 喔喔 你有生怪磚嗎 你有酷酷 喔喔 他有酷酷的生怪磚 哇 骷髏 生怪磚欸 喔 太 但是沒有寶箱欸 難道 新版這個地形不會有寶箱嗎 也太令人難過了吧 喔那邊有小殭屍喔 小殭屍要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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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我這樣以後退 走開 嗯 想幹嘛 欸 我會走位喔 好厲害吧 喔欸欸欸 怎麼還有一次啊 欸欸欸 這後面是不是還有 殭屍的生怪磚啊 怎麼有那麼多小骷髏 好喔 那我們就來 看一下後面還有一個可怕的 苦力怕 喔來來來 你們都過來 我一次一次 料理解訓你們等下後面也太多了 有夠多耶 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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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 non'non'nonon'non'ononoco non'non'onon'on 哇破圖 難道不能破圖 而是地形太大所以 BY 哇那邊好棒 哇 好美麗 但是好多怪哦 可以好好來清掃一波 Esta 來拿個蜘蛛線什麼之類 control 痛痛痛痛 這需要後退一下 ously 這裡是不是很棒 而且我發現 我們多了一個 酷酷的小夥伴喔 來來來來 我們來用水桶裝他 哇 金色的 金色的 最可愛的 補食者 用鐵桶捕捉一隻六角恐龍 把他放出來看一下 哇 好可愛 你就是我的好夥伴了 你就是我好partner了 你就是我第一個戰鬥夥伴了 那我覺得啊 這邊 我們該下去嗎 好像有點危險耶 但是我們好像應該要到 稍微下面一點 才會有機會看到更多更多的鑽石 喔 又一隻六角恐龍 我的鐵桶帶的不夠多 我要把它放到 我們家剛剛介紹的那個酷酷的游泳池裡面去 這邊可以專門生產六角恐龍 誒好棒喔 榮源太可愛了 翁翁上司戰鬥意識了 我們先來幫他打造一個 酷酷的稍微高級一點點的那個游泳池 那翁翁就 給各位看一下翁翁做的成果 誒這邊有兩個那個柵欄的那個門 然後這邊用 相似木柵欄通包圍起來 以及呢 後方因為是岩漿石 我很怕六角恐龍智傷不夠高 所以我用鵝卵石槍 幫他把這邊隔絕起來了 那六角恐龍冷了之後 可以上來取暖 並且不會被火燒掉 那我們就來把他們放出來 一個放出來兩個 喔可以期待之後獲得熱帶魚之後 養更多更多的六角恐龍在這邊 啊還有就是啊 欸我往覺得這邊有點暗 所以我要來破費 我要來幫六角恐龍做一些酷酷的燈籠 來我們會需要鐵力啊 這麼多應該夠 我們來個 三個鐵燈籠會不會太少 我們先擺擺看好了 來來來來 我們來擺那個好看的鐵燈籠 幫他們擺到水中 讓他們稍微有點裝飾 來來來 啊這邊亮一點啊那邊亮一點 這樣子我們即使在上方也可以看到六角恐龍在下面 很開心的悠遊者 喔有沒有 他們兩個 他們是 他們是 美好的情侶 好我到時候幫他們準備一點熱帶魚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巨大的游泳池裡面 就只有兩隻六角恐龍了 那六角恐龍的話 只要用鐵筒把他們裝出來放回去 就不用怕他們會消失不見了 啊那我覺得後面岩漿很多 我們先來這邊簡單蓋個地獄門好了 我們去拿個靈魂沙 然後在這根柱子做一個通往地表的水電梯齁 這個游泳池其實還有一個隱患啊 就是我忘了發現啊 這邊有一個樓梯 剛剛有殭屍跑下來 我忘了不確定 敵對神物會不會攻擊六角恐龍 所以我們先幫他把這邊擦亮一點 順便的話 喔看殭屍跑過來了 去死 走開 走開 喔好那這邊 把這邊擦亮一點點 然後後方好像有一個超巨型的岩漿石齁 我們可以去那邊慢慢的撈岩 喔是鑽石 沒想要在這 等一下喔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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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不太對喔 這個鑽石的位置不太對喔 沒關係我們還有一顆鑽石了 我們浪費了 喔喔喔喔 太好了太好了 喔我們有三顆鑽石喔 我們可以做鑽石稿了 然後然後然後這邊 這邊好危險 這邊超級危險 我們來去看一下後方 後方好像還蠻不錯看的 一個大 超大大的岩漿地形齁 哇你看 岩漿瀑布有沒有很有意境 哇那邊 那邊還有個岩漿的連環的岩漿瀑布欸 哇 王王家真的超級美的啦 看看 嗯? 放在這邊 跟這邊 還有那邊 那邊 跟 這邊 把水給收回來 喔喔看起來喔 有沒有地獄門成型了 再放個看起來有點裝逼的這個橡木階梯 讓我們可以更安心的走上這個地獄門 我們就可以出發了 現在這個高度是-27吧 欸來來來 我們看-27 會到達地獄的哪邊去齁 喔喔我們進來了唷 喔喔看起來 欸會到地獄44格高的位置欸 有一點點高欸 那 喔喔喔下面都是岩漿 我們來找找看靈魂沙 欸我們找個靈魂沙 就可以回家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邊有點小危險喔 汪汪覺得啊 一個冒險要順利 舒適度很重要 所以呢 汪汪就在這邊 簡單的 呃 改了一下地形 對對對 剛剛這邊原本是 啊我們剛剛 會掉下去的地方 我把它通補起來 而且我把它弄兩格高的補起來 這樣子就會比較安全齁 那我們再來 多做一點點的 金釘 就會有血血 我們就可以安心安心的 出發去找我們的靈魂沙了唷 欸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 沒有 沒有一個下波路 都會弄 可愛的 相思木階梯 看起來就沒有很舒適 然後呢那邊就 剛剛看出去很危險的地方 都用柵欄包裹起來 然後這邊會有個大看台 好開心很快樂 我們來做一根奇怪的柱子 這樣子我們就不會在地獄裡面迷思道路了 然後地獄有很多的蘑菇啊 我們都可以把它拿起來做蘑菇湯 汪汪的食物也不夠了 現在正好換換口味來吃吃看齁 來把蘑菇通通收集一波波 喔 成功發現了 靈魂沙 我們就帶一點回去吧 喔有有有幽靈有幽靈 有幽靈 感覺這邊被幽靈砸到很危險 我覺得我下面就是岩漿 我要小心一點 我要躲避他的視野 我現在還太弱了 我不太適合對付他 看一下我有弓嗎 我有弓嗎 我好像有弓喔 有我有弓 我只有五發箭矢 我可以射得到他嗎 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 瞄準瞄準 射擊 射擊 喔瞄準了瞄準了瞄準了 但是 但是沒射死他 我的弓太弱了 我的弓太弱了 好他死了 我們去看看有沒有幽靈之類 感覺那邊好像 會掉嗎 會掉嗎 好像沒有掉 啊掉了一個火藥 也可以啦 好我們回家家 歡迎來到汪汪的料理小教室 我們一起來做點好吃的東西吧 看一下齁 我需要這個樣子這個樣子 有了我們現在有碗了 再加上蘑菇 跟蘑菇 蘑菇弄湯 好我們今後就吃這個過火吧 然後汪汪因為現在還很飽 所以我先不吃東西 好先做一下準備讓我們的肉已經吃完完了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就把這個柱子開著 我汪汪取個位子齁 這個樣子的話 這邊應該是中間 那就是往內兩格 開始往上挖 喔 這條道路好高喔 但是汪汪已經 發現泥土了 我們來把那個泥土層挖掉 看看我們的正上方 是長什麼樣子的齁 唉唷唉唷 晚上晚上 外面是晚上 嘶 好像好像有一點點的危險 來往上往上往上 喔 喔 喔 就在我們村莊這邊而已 喔 就在村莊這邊而已 那汪汪就汪汪就 我有帶水桶上來嗎 有 我有帶水桶上來 我們就這邊弄水下去 然後再把這個泥土層挖掉 我們附近有任何的 嗯 不知道有沒有海 汪汪還得去打一點海草之類的 然後外面都是怪有點危險 我們先回到我們的安全小屋 歡迎回來啊 各位旅行者們 我們家還漏水了 我的天哪 先來吃個晚餐 那接下來這個水電梯啊 汪應該就 私底下再去找一點海草 我剛剛那個姿勢好奇怪喔 那怎樣 肉屁股給別人看嗎 好奇怪的姿勢啊 嗯 對今天我們已經做了夠多事情啦 發現了 1.18的那個 那叫什麼東西的地形 反正就是會有那個仙胎的地形 還發現了可愛的熔圓 我們還有熔圓泥泥池呢 做了非常多事情 那下一集的話 我們就去中間冒險一系啊 今天就這個樣子 留言說 我愛六角恐龍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店母湯 哈哈哈哈